因為報導量就是台灣今天的選擇權市場 突然間的量滾得好大 所以臨終請上來 我當然要問了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選後是不是選擇權的買方 爆出了大好的投資契機呢 當然包括了買買權 第二頁買賣權 買賣權就是我認為它會漲看多 買賣權就是我認為它會跌是看空的 我直接先問好不好 這兩張待會就會交了 為什麼今天包括美國跟台灣 選擇權全部都是 選擇權市場爆大量是為什麼 那正常的話 總統大選應該今天會知道結果 所以大家就在壓兩邊 對不論是買方賣方其實都在賭 那因為今天是W1的結算 所以量會相對的比較大一點 就是那週選第一週的結算 是好那到底總統大選之後變數釐清 選擇權買方好做嗎 我覺得還是會好做 因為波動大波動大的話 其實這種商品都很適合 我們今天其實會教大家像是釣魚竿 就是釣竿 釣魚嘛 我們不給你魚吃 釣魚的竿子 它是個工具 就是未來只要行情很大的時候 通常會對邊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我是怎麼做的 那第一個我們會直接看 先講這個圖是什麼圖 對我們過去都會看期貨做選擇權 那我們今天這兩章會教大家 你直接看選擇權的圖就好了 對那這個標的是就是12700W1 那W1是今天結算的嘛 所以我們舉的例子是昨天的盤中 那用的是買權 而且是五分鐘的K線 就是你把你的技術平台叫出來之後 每五分鐘畫一根K 對因為那個電腦當中 你就直接跳五分鐘 每根棒子就是五分鐘的K了 對所以你看 第一個我們先拉出一條平均線 然後用的是MA100 MA100 為什麼要裝100 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這一條 那我覺得它不會太遲鈍 也不會太敏感 就是剛好 OK 對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只要第一根的五分鐘K是收紅的 前提你看這邊 這個是11月2號的這個收盤的位置 好跟您報告 這邊11月3號 在11月2號的收跟11月3號的開 OK 對那我們有個SOP 第一個就是開高 假設你看到這個選擇權的買權 它是開高的 你就準備 可能就會有買進的機會 隔天的早上開高 對開高 那你要搭配幾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第一根K棒是紅色 我們說的第一根的五分K是收紅 那我們在第二根的K棒開盤就準備進場 所以這邊是11月3號的五分開高 對這邊的幾根是11月2號的五分鐘的收盤 對所以這邊最後你看這個是不是紅色的 對 然後就來盯其它的條件符合 第一個 NMA100是不是呈現上升的趨勢 NMA100是這一條 對這一條線是不是呈現上升的趨勢 由1 你這邊本來你看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由下降的走緩 對 慢慢要轉升嘛 所以它符合對不對 條件1 然後再來就是ADS這個波動指標 在25以上而且上升 那我們對過來看 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買進的時候 大概在這個地方 對過來看已經到這個25到30那個附近 所以它也符合 我們這邊就準備做什麼 買進買權 買進買權 可是你剛剛說 波動指標ADS 往上才有行情嘛 對往上才有行情 所以我要動作是在這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看到它本來是一個是它這條線 100M要往上 第二個是ADX 這是ADX的波動指標 它要往上 它要往上 它要有行情 就是現在是有行情的 所以兩個都符合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進場去Buy Call 買進買權 那我們剛才說這是第一根對不對 先幫我清掉好了 所以第二根的開盤 我們就可以進場 那進場之後咧 什麼時候出場 我們看到在昨天你8點50做多的時候 當時它的價格是65 就是你的這個成本是65 那這邊我們就65點 乘上1.50塊 對 那我們建議你在這個圈的時候 其實就出場了 所以大家可以抓到這一段 那人會說你唬爛 你就是買低賣高 你會賺最多 我們其實不是唬爛 我們有一個準則 什麼準則 很賣 我們用ADX下降為出場的依據 ADX只要下降 你可能就要準備出了 對 那我們看這張圖 這個最清楚 ADX這個短線5分鐘也適用 我自己在做日線或是小時線 其實我也是用ADX在做出場 對 我們看這個原本有趨勢到這邊 這個黃圈是不是開始轉彎往下 對 那就代表你對上去看 這個趨勢 上漲趨勢就結束了 他就有波動到沒波動了 對 因為你本來在這邊進場 本來在這邊進場 那這邊出是不是這一段是賺錢的 對 那你如果不出的話 你就會報到變成沒有什麼賺 對 所以你就用ADX下降 為他的這個出場依據 好 導播幫我拍下主編 也就是選擇權的買買權 當有劇烈震盪的時候 三大條件 你馬上去Buy Call 買買權 第四大條件出現的時候 ADX下降 你就把它賣掉 這個白扣就要出場了 對 很簡單 幫我算一下獲利好不好 對 我們看我們的交易成本 就是我們進場的時候 只要準備65 65點乘以50 所以是3250塊 所以我只要準備3000多塊 3000多塊的保證金 那你的獲利金額 因為我們這邊出掉之後 大概可以出在87左右 那我們這邊也有一些這個技巧 例如說我看到ADX下降 而且這一根黑棒 是不是破了前三根的低 對 破前三根的低 我可能就會出在前三根的最低點 你看1 2 3 所以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我就會出掉 這個臨終之前教過 你要賣的時候 把前面兩根或兩三根 最低點的通道換一下 所以破了那個通道 常可以灌破 就要出多單 對 那這邊又破 然後ADX又下降 那我賺錢當然就要跑掉 OK 對 所以大概可以出在87左右 好 來獲利金額 來 獲利金額就是我們把87減掉65 乘以50就是賺了1100塊 那我們只準備多少 我們只準備3250 然後賺了1100 所以我們把兩個相處 這是報酬率 就是33% 對 請問我是今天 等一下 今天難怪今天選擇權 那麼多人在做 我才在 跟大家報告選擇權 是8點跟期貨一樣 8點45分開盤 所以你會先看到第一根的紅K 所以我在8點50分 Buy Call 買進 買權 然後11點15分 就把Buy Call賣掉 是 才短短8點90 11 3個鐘頭 我報酬率3乘3 3乘3 3個漲停板 對 因為昨天行情大 所以大家會有抓到這樣的一個報酬率 OK OK 我問你喔 是不是在那個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是4年才一次 當行情劇烈震盪的時候 Buy Call Buy Put 這種選擇權最好做 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對 好 這個是選擇權的買買權 我們再來看一下選擇權的買賣權 拍在眼睛中 因為時間到了 這一張我沒時間交 但沒關係 我跟你說 下個禮拜三總統就出來了 已經知道是誰了 好 不知道那時候選擇權會不會很熱鬧 也許那個時候是這樣喔 你買賣權剛剛好 所以下個禮拜這張幫我更新一下 OK 沒有問題 upgrade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選擇權現在劇烈震盪的行情 我告訴你 未來的5到9天 時光姐跟我說最慢等9天 如果還在炒 爭執 這個膠著 鐵定劇烈震盪 您還等得到行情 所以只要行情劇烈 選擇權買賣都很適用 好 林莊謝謝您了 不好意思 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就交選擇權 劇烈的陣仗當中 買賣權 您的進出方法 剛有說歸納一下 先看到前面連續5分K的紅K棒 就開始stand back囉 然後盯到當天 哇 第一根的5分K 還真的是紅K棒 不要動作 第二根的紅K 再來動作 訊號1 訊號2 100M就是 100均線 翻揚向上條件2 條件3 要波動 所以ADS指標 要往上做翻揚 這個三大條件 就在這兒 就是進場點 等到ADS開始下彎了 就是BY CODE的出場點 買買權 在劇烈波動的時候 就是這麼做 林莊沒錯吧 沒錯 謝謝您了 接下來要給您 沒錯的精準答案 淑芳姐請上來了 哎呀 明天 今天大長以為川普會當選 沒關係 還在焦灼的同時 淑芳姐明天呢 對 在這種過程中 不管誰有沒有宣布當選 明天就是因為五日均線 正觀點很大 千萬千萬不要去做追高 拉回觀察 能不能夠守住五日均線 外資期貨選擇權 現貨市場上面同步偏多 持續的賣出T50反1 才代表斟做多 量人還要溫和的放大 配合到架陽 才能夠去挑戰下降壓力線 目前日KD指標交叉向上 未交叉向下前 震盪低階偏多操作 指標個股 當然除了台灣50成分個股之外 面板個股 半導體的個股 被動元件的個股 都是近期裡面 法人買超的股票 淑芳姐問您 如果明天呢 他又把這個買回來了 這個呢 又有一點點轉空 那代表 整個台北股市呢 漲多之後 會有個短線上面的修正 漂亮 觀眾朋友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很有可能造成了 台股明天這樣的格局 今晚美國 現在快要十一點半了 漲跌互見 有夠亂 有夠膠著跟糾結的 到底怎麼回事了 誰吵誰又鬧了 鎖定待會兒的深夜新聞 晚安給大家收看 祝你晚安 我們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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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